Hello,你好,我是Cindy,美国认真的健康教练,营养顾问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是,怎么做一个欺骗天 生酮欺骗天,How to do a cheat day 你如果一直在吃生酮或者是low carbohydrate,低碳水化合物的话 你可能会crave for carbohydrate OK,那我今天来跟各位讲解一下,你要怎么做这个欺骗天 然后可以minimize你的damage,可以减少这个damage 然后get back to ketosis faster 第一点就是不要做一个full cheat day,make it a cheat meal instead 不要吃让一整天都是吃你想要吃的一些high carbohydrate food 因为make it a full day的话,那你当然就会吃很多比起just a meal 所以make it一餐就好了,你把你想要吃的东西放在那一餐 and that's it 因为你都结合在一餐的话,起码你的damage,这个受伤度大概就是在这么一餐 然后下一餐就吃健康的食物 所以don't make it a full cheat day,make it just a cheat meal 第二点就是你如果有很喜欢吃的东西 譬如说是蛋糕啊,蛋饼啊,乖乖啊,虾胃鲜啊 吃每天晚上吃一点点 会比你一次吃很多还要好 因为呢你譬如说每天吃一点点的话 这样会satisfy你的craving ok,然后呢,你如果一次吃那么多在weekend 譬如说你在weekend吃10个或者是一整个whole cake的话 那你计算下一个weekend 再吃一个cheat day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期待 或者是会呃,会想要说哦,look forward 很想要下一个礼拜六赶快来 那就是一个addiction,我们不要一个addiction 你每天吃一点点的话,你也很容易就会吃腻 所以吃腻的话就是一个good thing 就是不会想要再吃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很想要吃的东西 那我建议你就是一天吃一点点satisfy, hunger, and that's it 比起说你一整个weekend要吃很多这样子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呢,是不要计划你的cheat day or cheat meal on the weekend 在周末,不要计划在周末 因为在周末你会比较有多的时间 你比较会relax,你比较会去超市 然后就是有时间就会买很多你会想要吃的 自然而然这样子的情形下 你就会吃比普通还要吃多 或者是比起你本来原本想要吃的这个欺騙餐 所以你计划在一个比较忙的一天 譬如说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因为你要上班,你早上很多事情要做 回来你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样子比较忙的schedule下,你的cheat meal OK,可能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吃,两个小时可以吃 或者是你可以计划在一个weekday 那个晚上也是跟同事出去吃饭 或者是跟家人出去吃饭 and you can make it a cheat meal OK,我的重点就是说把它计划在一个比较忙的一天 然后缩小在一个一餐的时段 再来就是你可以exercise after your heaviest meal 你如果是做一个cheat day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餐是你吃最heavy的 譬如说第二餐你吃很多两三百的carbohydrate 这个就是你比较重的meal的话 一餐的话 那你如果exercise afterwards 可以帮助你burn out 消耗这些glucose deplete你的glycogen 所以呢 你如果是吃一个cheat day的话 不管哪一餐是你heaviest meal 你如果去gym做些exercise weights啊还是cardio啊 这个就是会帮助你burn out一些血糖 OK 下面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make your own 真的是自己做的话 会比在外面买或者是去餐厅吃健康很多 不管你是craving for 呃 拉面啊或者是pizza啊 还是呃 乌龙面啊 可以尽你能量自己做的 你就可以自己做 然后也不一定就是要一模一样 只要能够说satisfy 你的craving that's good enough right 现在我相信很多recipe 在网络上或者是 啊 youtube 几乎都可以找得到 找得到怎么做 我之前还有看到 凤梨酥你也可以自己做 啊 芋头酥也可以自己做 真的你可以自己做 然后你也可以enjoy the process 你也可以知道说 哇 做一个面包你要放四五十gram的sugar OK 你对这个食物开始有了解 开始有了解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哇 吃这个面包竟然有二十gram的butter 四十gram的sugar 开始知道之后你就会知道说 this is doing a lot to your body 你可能就不会再crate for this kind of food 因为去外面买的话 外面已经decorate的很漂亮 来上面放了一层巧克力 然后又sprinkle一些巧克力的这些糖 然后呢看起来很漂亮 而且方便很买 你一买就可以马上吃 完全不用说像自己做面包 你要等发酵 你要去揉它 然后要再去烤它 你可能还要里面再加一些东西 四五个小时才做这一个面包 所以你经过这个程序的话 你work for it 你work for it 你真的会很appreciate 做出来的这个成品 OK 我强力建议大家说 你crate for something的话 自己做做看 OK 真的有好处 而且你自己也可以加你自己喜欢的flavor 加Cinnamons啊肉桂啊 肉桂很好 是一个spice 它可以lower你的blood sugar 降低你的血糖 还可以加很多梅子啊 什么一些好的这些spice 你自己喜欢的 你可以自己加在你的cooking里面 再来就是糖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做的话 你可以自己加带糖 像stevia 或者是mung fruit 或者是erisritol 这些对人身体没有伤害的这些糖 完全可以是健康很多 再来你如果是用almond flour杏仁粉 或者是coconut flour的话 来代替白色的面粉的话 是比较low carb high fat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生酮的甜点 生酮的面包 生酮的蛋糕 完全是可以减少你的blood sugar spike insulin spike 这是我的建议 你如果懒惰不愿意做想要买的话 那你请你买比较健康的choice better choice 像如果你想要吃一些craving food bars 还是chocolate的话 你买一些无糖的 无糖的chocolate 像这家company kissmykido 它有无糖的chocolate 里面还有放健康的mct good fat 油 它也有无糖的这个bar 你可以use my code 然后省10%它寄全世界 用dhl寄全世界 所以你如果要买的话 你去外面超市买的话 记得要买比较健康的choice 或者是无糖或者是比较high fat 但是是good healthy fat 买一些生酮friendly的产品 第一碳水化合物 但是记得一定要翻到后面 要看它的成分 最后一点的这个你想要做 how to do a cheat day 就是after a cheat day 你do a lot of damage right 你可能feel bloated 你可能feel sick 但是我建议你隔一天 不要惩罚自己 不要惩罚自己说 去去gym做两三个小时的cardio 也不要就是一整天都不吃 因为你想要make up for 那一天你吃很多 因为呢 因为譬如说 你吃一天吃三千卡路里 然后你如果这一天 你想说那你不吃 那你下一天怎么办呢 下一天会很饿 你下一天很饿的话 what will happen 你会over eat right 你over eat 那你下一天怎么办 你又fast 那你又可以 you see it's a bad cycle 它会制造一个恶性随怀 所以我建议你 隔一天你就是吃正常 或者是你如果真的不饿的话 但是你吃吃少一点 你不要完全就是不吃 然后完全就是去gym 然后burn out 然后就是惩罚你自己 这样子不会造成一个好结果 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cheat day 或者是一个cheat meal 就enjoy right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尽情享受 不要再隔一天 然后想办法make up for it 你如果真的要做cheat day的话 OK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如果真的要做cheat day 你要怎么minimize 减少这个严重性 然后呢 你如果觉得我的video有帮助 那麻烦你喜欢分享这个video 然后subscribe follow我在instagram 我有一些recipe 然后还有一些motivational quotes comment down below 然后让我知道你的cheat day 你有没有用这些tip 去来minimize你的cheat day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希望个人咨询 我的website在description 欢迎来信 谢谢观赏 拜拜